然后接下来我们邀请到我们台湾民众党的秘书党 我们请周台族秘书长上来 顺云飞主任 各位年轻伙伴朋友 大家早 为了我先自我介绍 第一个我是中央警察大学人 行政系毕业 美国George Washington国际关系的硕士 那我也拿到那个哈佛大学的高阶委员的一个行业 那这个我在外交部超过三十年 那我服务的国家就包括南非、美国、荷兰、圣洛西亚、圣洛西亚 那我花了两个时间在George Washington念书 那那个有人问我 我为什么要加入那个柯P的阵营 其实是我在2018年元月 当时柯市长率台北市政府才对访问荷兰 因为我跟他相处的四天 那在这四天的当中 他彻彻底里 改变我对他的看法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 掉回台北的时候 我加入柯P的最主要的原因 11月15号 这个柯P单挑马诸侯在里面 所有人的重要幕僚都没有在现场 那出来的时候 我想你也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的严重 为什么呢 他让3% 在柯P进去之前 我们核心幕僚给他的建议是千万不能让 因为柯猴猴柯你都是自己打自己 你还要再让3%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3%是什么概念 3%不是只有3% 你比如说柯P他的支持是30 侯友余是20 30比20 就表示我们的实力是他的一倍半 对不对 你如果让3的话 实际上就让了15% 如果你让6的话 你就让30% 你还懂吧 那至于说他那个六点故事是怎么样 那我就没有在 没有必要再讨论在这个地方 其实柯P他做出一个决议 他知道这个决议 可能会引起内部非常大的反弹 他最主要让步的原因 是眼看蓝白合作就要获取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点让 他为什么敢让3% 因为当时我们在那个让3%的前两个月到三个月 我们一直领先活有8到10%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有底气的 当然我们知道一旦开始实施 他是说是11月7号到11月17号 那还有两三天的时间 那这也 他们可能都已经准备好 他们可能有陷阱 可是我想 柯P的想法是说 我们的领先已经大到一个程度 他即使是出一些见招的话 但是我们还是有办法有这个胜算 结果 对 结果 结果真的是 今天为台湾 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那个同事 尤其我们年期的朋友 我们在那最后这两天的时候吹票 那我们就打成3%平手 那个是让3%的情况之下 柯主席他那个决定是 他把国家的立方在打开 跟个人立场之上 那个决定是万箭穿新 应该是要谈了 那要谈了 这样 这个18号 18号 宣布的时候 那个 那皮手 但是侯友仪说 你应该是要到我们的说法 但是他们有公开的讲 但是他就是这个意思 那现在国民党 到处都在圈阳 包括那個明慶堂 他說你沒有誠信 11月19號柯碧在板橋舉辦一個適事大會 就是義無反目批一詞 昨天是一個好日子 昨天那個 我講到不講 11月23號 那我們其實本來是郭台銘 柯文哲跟侯詠儀 大家講好三個人聊一聊 不行就拉倒 行的話我們就走下去 那雖然我們也不認為可以彈測什麼東西 可是總是要有一個ending 結果變成三個人變成五個人 我想那天那個郭董他說 這個來了兩位重量級的不輸之客 你知道那一場本來應該是說一個happy ending 結果 湯士蘭吸管 那個主人 主人明明是那個郭台銘 郭台銘他也趁那個機會 他宣布他不選 他就要當一個 那個叫統渣號還是什麼東西 統督 全部 那那個結果一來 我覺得有幾 有兩個動作 我很不諒解 國民黨 就是說 侯友宜在公開的場合 要科P 把他跟他之間的這個簡訊 念出來 這個在國際語力上是非常OK的 沒有人會幹這種事 尤其是你說好朋友之間 絕對是不行的 除此之外 那天那個主人應該是郭台銘 那他的司儀 他的司儀在主持這個活動的時候 被那個 那個 國民黨的那個派人嗆了下 這我覺得 我覺得是簡直是莫名其妙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就變成很糟糕的收藏 或是收藏了 昨天 我想那個 因為柯主席說 今年 是一個 這次選舉 是一個驚奇 驚奇連連的一年 那個 我很高 很開心 他選擇吳昕寧 當作他的幾名夥伴 那個 這個反應是非常的好 所以 所以從 其實 坦白跟大家報告 這個 已經陳埃諾定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往前衝了 那個 過去啊 我跟大家報告 過去這三個月 我們自己也做那個 民調分析 那個 我們反正 反正跟 藍 在 在糾纏的時候 我們的民調一定會掉 如果 如果 感覺到 不會跟他們糾纏的時候 我們就生 屢勢不爽 所以這個 這個是不行的 然後結論就是 相忍為國 不應該是擔心到 這個 藍的部分 從來都沒有想當副手 也從來沒有讓步過 這是一個時期 那我想 我們現在 新的挑戰 就是 藍綠的媒體 包括我 我平常在看的聯合報 我常常看的TV 他們不靠邊站 他們不靠邊站 所以實際上 我們 台灣民眾黨所 面對的是 藍綠 全面媒體的風沙 這也是 這個 我們的挑戰 當然還有 假民調 我也不想指 哪一家人的假民調 那個 那個 假民調 它就是 常常的 會散布 會散布一些 假人民調 來耿捕他們的基本盤 那 這個 不是很好 那 對我們 比較有利的形式 就是我們的支持者 年輕人跟那個中間選民 非常的扎實 那 藍綠長年 他在意識 形態的 鬥爭方 之下 沒有辦法解決台灣 民生問題 跟國安危機 讓選民很失望 所以呢 你們來了這隻時候 我知道大家有95位 我們 大家一起打拼 來共同見證 台灣 扭轉台灣 這個命運 最關鍵的一刻 我非常開心看到 有這麼多年輕人 沒有來 能夠 跟我們站在一起 那 那個 我也希望 各位 這個 跟著我們的腳步 我們剩下的時間 大概 不到五十天 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我跟大家報告 如果這個趨勢 沒有什麼轉變的話 我們一定會贏的 謝謝各位 很快 我們趁之為 我們 Pearson 也要學會 可以 只需 兩位 我們 走 其實 非常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